照相機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還有一種不在這裡面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 你今天我家的某個照片也好 或物件也好 我就想要以那個為主的 也可以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 好,假設 借用這個人,好的 他在思考中,對不對 那麼,您在空白地方移動 就可以往下拉 好,假設我要在這邊 您看我點到這個物件 他的旁邊有沒有一個加號 有沒有 新增到物件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要 就是用他標準的 你用這個也可以 按一下 有沒有他就自動增加進來了 以他為中心 這樣有沒有了解他概念了 好,所以其實你看我們總共 就有六種方法可以增加路徑 好,可以增加路徑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使用彈性就比較大 好,使用彈性會比較大一點 那當然,如果說你對於這個 這些 路徑的方式應該 其他的 像什麼移除啦 還是複製 這個我應該就沒有講太多了吧 對不對 基本上 大致上是由這邊來 他每一個都 在這邊就稱作一個路徑 好,稱作一個路徑 好 這個是我們針對 剛剛的部分 再跟老師稍微補充一下 問題 是 是